Hello 大家好 我是表哥 Brody 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手表有关的主题 手表呢 其实也越来越获得一些潮流人士的关注 当然我想大家关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G-SHOCK吧 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指 不过呢 有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呢 可能会选择机械表 机械表呢 就显得更成熟一点哦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吧 无论是哪一种手表啊 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魅力 而且现在人呢 都很追求个性化 像是换手机壳啊 克制球鞋啊 甚至是改车啊 都想花心思呢 让自己变得更与众不同一点 其实手表也是可以的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四个系列的NATO表带 让你的手表焕发第二春 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这个NATO的NATO表带 这个表带呢 有三个款式啊 一个是灰虎纹 一个绿虎纹 还有一个绿迷彩 我手上这一款呢 就是这个绿迷彩的这个表带啊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尼龙材质的表带 原来这个手表的表带呢 是这样子的 金属表带啊 其实换了这个表带之后呢 除了一个外观上的变化 戴上去呢 也会感觉更加舒适轻便一点 这个表带的价格呢 在300块钱左右 现在应该很多地方都能买得到 第二个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这个NM的弹性尼龙NATO表带 这个表带的材料呢 是源于法国部队跳伞所用的降落包的弹性尼龙啊 而且它的表带扣呢 跟传统的NATO表带不太一样 它直接扣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更方便的去调节这个松紧啊 调节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 这个表带呢 主要有两种样式啊 一种是纯色的 一种是中间带线的 带线的这种呢 看起来会更加的硬朗 表扣上呢 会有MN的这个字样啊 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硬朗啊 很浓郁的这个军事风 这个MN的表带售价呢 在500到750之间 第三个要讲的呢 就是这个SimpleUnion的表带啊 SimpleUnion呢 是香港的一个手作单位啊 他们通常的产品呢 都是以手工的方式来制作的 这些表带呢 主要是采用日本传统的燃骨布料 和天然的蓝燃骨布去制作而成的 而且它的每一个表带的纹路都不尽相同啊 既独特又有一种中骨的味道 这个表带呢 价格是在980港币左右啊 在他们的官网都有销售 第四个要讲的呢 就是这个Fragment Design的Natal表带 我不用多说 腾元号三个字打出来 这个表带上呢 会印有Fragment的缩写英文 以及它的表带尾的地方呢 会有一个标志性的双闪电logo啊 只要寄出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你在拼锡市上拼的绿水鬼也能靠它来拯救 既然是Fragment嘛 那价格一定会比较高的 那这个表带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 如果喜欢的朋友呢 也不妨去物色一下 最后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在选购表带的时候呢 一定要量好你表耳的宽度啊 不然到时候买回来 不符合就浪费了 OK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的朋友 请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一条龙 啊 有点ATHER 要 communism的